北韩在18号预警朝日本海再发射两枚弹道飞弹 官媒随后称这是为了明年4月 要将军用侦察卫星一号送上太空的最后撤士 更公布一张黑白地图 表示是要测试卫星影像传输的能力 不过摊开地图来看 可见这两个地方就位于南韩首尔龙山总统办公室 以及人船周围 能到北韩真的直接从这两地上空拍下照片吗 北韩夸口称自己发射测试性卫星 领导人金正恩上周更因此亲自到西海卫星发射场 视察固态燃料引擎测试 却遭到南韩军方频频打烈 南韩表示根据高度距离等数据 研判这枚号称是测试性卫星 其实是一种介于中程卢洞飞弹 以及远程无水段飞弹之间的改良版弹道飞弹 根本没有像北韩说的那么厉害 而试射的引擎也不是最新展示的固态燃料 由于北韩这次发射的飞弹 是就是飞弹所改良 南韩分析跟动最大的指示弹头部分 装载着未来将装在侦察卫星上的相机 只是北韩怀着巨大的宇宙梦 但从飞弹的照片都与南韩的分析有所出路 在北韩大外宣的同时 南韩也积极打脸 直指凭让我们对侦察卫星的技术 依旧各种不足 完全不给金正恩一点面子 东西有关于新党的报道 感谢观看